其实也是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它一样是二维的 所以一样是给你个二维的串列 让你在二维串列里面找出哪一个数字最大 哪一个数字最小 并且告诉我它的所影 它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如果说像一维的就比较好解 像我们之前有一题那个什么 找那个最高分的 那就用index就可以找到 不过那个前提是它是一维的 那现在是二维串列 用index就可怕有问题 因为你还要再去找到哪一个 里面的 就是里面那一层 你要到一维的状态才能够用index 但你用二维用index可能就找 最大的你max跟mini 如果是一维马上找出来 但是它二维就麻烦了 所以这一题相对的 它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那怎么做 它说要把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三乘三的矩阵 也就是说呢 这边它给你一串 总共有九个数字 请你先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三乘三 意思就是三列 三蓝 那也就是说呢 把这三个变成 变成在同一列 把这个放同一列 把这个放同一列 那其实我用以色谷来解释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毕竟以色谷还是比较直觉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贴过来的 你可以把它复制贴过来 然后它要的是什么 把这个放到这里 特别是哦 那你以前如果你不会更快的方法 你要怎么做 一个个班嘛 你聪明一点这三个 选择性贴上 用什么 转字 贴过来 转过来的 但问题你还要怎么 再复制再转字 那如果你这个数字里面有一万个的话 你可能转到下班它没转完 对不对 所以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完成 我们先不要说Python Python还没有这种视觉化工具 所以这里的话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一定要会 刚刚讲的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你会用三个函数 用几个函数 用三个函数就可以搞定 哪三个呢 第一个 你可以用index 帮我给我熟一熟 如果你不熟 你以后要做资料 你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 光搬这个东西 搬到头一脑脏 每天都在弄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不把 Excel函数学一学 当然你用Excel可不可以做 用VBA可不可以做也可以 你用Python也可以 但问题 感觉上 如果这资料都在Excel 其实用Python感觉还是有点 有点像舍尽求远 你干脆直接在上面有工具 马上可以做到 不然你用Python 相对还是比较 所以第一个用index 第二个的话你用column 第三个用Raw 就可以把这个做出来 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分享一下 其实不困难 index 直接按确定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请问一下你的array 你的范围在哪里 array其实就是正列 或者你叫他串列也可以 反正类似就是一串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范围 那先把它锁起来 F4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那第二个是说 那你这个范围 我要帮你带过来的是 第几列的资料 基本上这个 他一定 这个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蓝的话只有一蓝 所以蓝一定是1 不会变 因为只有一蓝 只会变的是什么 这个列的号码 如果你现在抓第一个的话 你就输入1按确定 他就OK了 但如果现在向右的话 他基本上还是6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向右拉的时候 他能够向下去抓下一个列 所以这里的话 你可以怎么变化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改成什么 改成用Row 改成用Column 像右拉的时候 我会增加一个Column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成Column 小刮符 就刚刚我们用的那个 OK 最好可以把它记下 Column 他目前是3 可是我要的是1 你可以怎么 剪掉2 不就好了 不就1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向右拉 有没有发现 4 8出来了 有没有 OK 那你再把它向下拉一下 怎么还是6跟 6到8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抓什么 还是基本上还是参考到什么 他的那个 他的位置 有没有 这个一样是 第一 本来是那个第三栏 那我剪掉二边 123 下一个还是123 所以我希望应该怎么样 他如果向下一列可以帮我加3 向下一列加3的话 这个时候请你要记得 再加上什么 列嘛 因为我向下不是有列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用Row Row呢 每向下一列就加上3的倍数 向下一列加3 向下一列变6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这个地方 请你先把现在所在的列是1 所以先减1 为什么减1呢 因为我这一列 并不要加上3的倍数 外面先把它刮扶起来 你就乘上3就可以了 为什么乘上3呢 基本上就是 我现在这一列 0乘上3还是0 所以没有加任的公元 还是就123 当我向下拉的时候 他的列 这个Row呢 就会参照到哪一个呢 参照到2 那2如果减掉1 刚好就是1 乘上3 刚好就是3的1倍 如果到这个3 过来 减12 2 变成3的2倍 有没有 所以只要向下一个 就加3的几倍数 OK 好 基本上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按后 这样确定 你把它向右 向下 放开 有没有看到 结果 就把它出来了 可以看得懂 意思吧 只是说 这可能要熟练一下 因为主要我们用到几个 第一个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index index 主要呢 这个array指的是这个范围 给它 因为会向右向下 第二个的话呢 哪一列指的是这个讯息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讯息一直往下增加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是哪一栏 因为只有一栏 所以你就给1就可以 1指的是第一栏 那他就帮我抓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然后 这个是用函数的部分做 那待会我也把这个 把它贴到那个 也许608的下面 给各位参考 这个方法 我觉得 如果你的资料并不多 在israel 里面的话 我觉得建议还是要把这个index column 跟roll 这几个函数 把它灵活的应用 很多时候你就不需要土法硬杆 不然你刚刚一定要贴着它转置 那你要贴 贴完这些资料 恐怕是很麻烦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还给各位